當然今天有關於 他突然講了台獨辦不到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我相信在民進黨內部 還有在對岸 中國大陸可能 都還會引起一些小的旋風 特別是中國大陸 我想都會引用說 你過去一個陳日本身邊 甚至現在也還在蔡英文身邊 這麼樣的重大的民進黨的 裡面的一個操守 自己說出台獨辦不到 我覺得這個當中 兩邊民進黨內部 其實都會有些騷動 但是其實在這次 這個訪問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其實我還是很仔細在看 理解邱毅仁這號人物 因為這個timing 邱毅仁其實是一個 就剛剛講 他其實是一個操盤 各方面頭腦非常非常縝密 算計能力非常強的 一個金牛座 我不是講說所有金牛座 但是所以他在裡頭 他的那個算計 他雖然我們也都知道 了解跟他的維緣 跟他私交不錯的人都知道 他其實在私下聊天當中 其實也是有時候會哈啦啦 就很海派的說出一些話來 那我這次是在跟阿扁 你知道過去不能說主仆 但至少是我認為 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是最重要 在操盤整個台灣國家命運的 這兩個人一個陳水扁 一個部分就是邱毅仁 他們在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 很多可能在那個當下 是比較放鬆的講出這個話 所以我沒有認為這個裡頭 他會連結到現在這裡頭 跟蔡英文的想法 會有其他政治效應的想法 這應該其實就是邱毅仁自己的想法 當然 現在如果後面引起 包括民進黨內部的一些反應或等等 邱毅仁也不是不會修正 各位 我們現在對於民進黨 任何人現在說出一個 讓你震驚四座的一個實話或大白話 包括現在防疫的陳時中 你不要以為 你們怎麼就突然 突然怎麼又攀然悔悟 沒有的 他們下一秒 突然有新的說法 所以也不用太過驚訝 當然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確實也點出有一個 我認為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其實過去無論李登輝時代 不要說馬英九 李登輝時代 或陳水扁執政時代 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對於兩岸 兩岸當中 始終還是有一個禁忌的一個底線 這個底線其實就是兩岸戰爭 也就是說過去無論陳水扁 或在邱毅仁時代 他們其實心裡頭非常想要台獨 但是只要當中稍微靠近或碰 接近一點點兩岸戰爭的一種危險性 或禁忌性當中 其實都會修正或修正 前次跑兩岸新聞非常久 我想我也是 我們這裡頭都看到這一點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 我認為邱毅仁現在會說出來的 一個此刻的一個背景 就是現在確實是除了蔡英文 蔡英文畢竟在陸委會 過去兩岸談判 她還是有個總體 對於兩岸有一個把握 除此之外 我相信蔡英文身邊的人 包括現在鄭文燦 或包括賴清德 追撥他們身邊的人 因為他們都沒有過去 真正的接觸或操盤 或實際在談判桌上跟老共 有過實際的接觸 對於兩岸的部分 其實都是一些笑聲跟一些想像 所以現在做了很多一切當中 其實都為什麼都會一直感覺 一直往兩岸戰爭靠近 包括現在像疫苗這件事情 很清楚美國的大戰略 在中美衝突當中 台灣的軍事也是拿來利用 軍也拿來利用 現在連疫苗都拿來利用 作為中美之間的一個對抗 的部分的籌碼 但是在這過程裡頭 我覺得邱毅仁現在講的背景是 現在的所有主要民進黨裡面 主要的 主流的這些人當中 都會覺得好像現在可以利用美國 那麼需要我們的這個機會 好像可以把台獨的更多的東西 透過美國需要台灣的 這個狀態來實現 所以這個當中的這種傾向性 或更接近往台獨的這種想像 而這個當中導引往一個兩岸戰爭的 這種危機的可能性 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邱毅仁的 這一代的民進黨當中 還是有一點保守的 所以這是邱毅仁 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上講出來 而且邱毅仁跟現在蔡英文身邊 這種當朝民進黨的主流 非常想要 非常想要台獨實現的 這批人思路還是有點不同的 一個背景 這是我的解讀 是 好 觀眾朋友 您對於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您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的電話是0226562700 0226562700 好 我們趕快來接觀眾朋友的電話 這是高雄的蔡小姐 蔡小姐 妳好 妳好 我今天 人有時間給我多一點點 我想講第一個 什麼叫做台獨 我不懂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 本來就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我們用的是新台幣 我們用的是中華人民的中華國民 中華民國的護照 那妳如果今天所謂台獨 妳要改成台灣國 請問大家有沒有讀過歷史 這個叫做更改國號 這個不叫台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想請問一下 所謂的228 受傷的人是誰 那是一個錯誤的歷史 有沒有想到很多外省的老歐啊 他們今天沒有後代替他們申冤 他們死掉了 那我請問一下 誰幫他們來平復 然後第三個 我再講 什麼叫做國民黨的黨產 是不認當的 我從小的時候 我爸爸每個月交黨費 我連個雞蛋吃都沒有 每個月都交黨費 然後這些國民黨拿去投資 我請問一下 民進黨你們這些人 還有你們國民黨這些人 你們哪個有替我們 老百姓著想的 謝謝我們理解您的意思 謝謝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趕快給下一個觀眾機會 這是桃園的劉先生 劉先生請說 你好 其實這個台獨這件事情 我是將近快50歲的人 所以台獨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算台灣真的 百分之百 全國老百姓都要獨立 我跟你講美國也不會答應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台灣如果要獨立 中共要打台灣 要美國同意嗎 美國他當然就不用甩美國 你看最近那個習近平 發表的那個言論 就看得很清楚 美國現在調子就定了 就是我也不祈求你 台灣人民對我有什麼好感 反正我有我的既定目標 那我們快五六十歲的人 我想請教這位先生 您贊成台灣獨立嗎 或者說你覺得台灣人 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的命運嗎 這個其實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我講一個人就好 李敖曾經說過 根本就沒有台獨這件事情 台獨這件事情是誰起來的 民進黨嗎 彭明明嗎 彭明明也沒有說要台獨 陳水扁的一邊一國 他又很清楚跟他 他又很清楚說我要獨立嗎 沒有啊 那再講就是 國民黨是什麼 國民黨是低能 民進黨是無能 是是非常謝謝您的意見 我們要接下一通電話囉 這是宜蘭的李先生 李先生請說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台灣獨立本來其實已經獨立了 可是憲法規定大陸是我們的喔 那我們今天如果大陸同意的話 不引起戰爭 那這樣的話合同是可以的 合同 現在大陸是絕對要用武力跟你拚 大陸經濟是世界第三類 台灣只有26年 你怎麼去用武力跟他拚呢 我們用智慧 穩統他們 好非常謝謝您的意見 不好意思 因為電話太多 我們給下一個觀眾朋友的機會 好不好 這是新北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 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是 觀眾朋友好像對這個 台灣要不要獨立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不過 對就是這個是更久不變的話題 不過這個這個話題真的太大了 我們把這個我們的焦點 再拉回來一點點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他沒有染疫 可是他生活過不下去 我們來看看這個事件 這個是一個在飯店工作的年輕人 因為他失業了 那最近非常不幸的 他爸爸因病而過世 他連去幫爸爸下葬的錢都拿不出來 最後由這個維時宣行善功德會捐出善心人士的捐款 這個捐官捐款7萬元才能讓楊爸爸入土為安 像這樣的例子可能以後會越來越多 如果疫情再不控制 或者我們不能解封的話 來看看今天也有另外很多人在談的民生議題 到底油店要不要動漲 來聽聽看計程車這些問獎們的心聲 星星好 蕩到谷底 長得這麼厲害 我們出來跑 真的一個小時 再不到客人都有常有的事 所以現在長下去真的 跑都給他了 都給企業吃光光了 賓哥 其實我常坐計程車 我感受真的非常深刻 他們從以前 其實計程車已經不好了 他一天大概還可以賺一兩千 現在他們一天賺個幾百塊就不錯了 人家收入就已經在瑞減的時候 你油價再給他調帳 你是要他們活還是不要活 所以我覺得政府 你都已經動漲了幾個月 你不能夠再多等幾個月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政府不會用腦袋去想 來 尚思哥 我覺得其實 我要講的 其實我自己個人的感觸 其實在現在的環境裡頭 我們在這種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能力的人 我們當然不見得都苦難 電視機前觀眾 我現在有很多是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其實在反而 這個時候多慷慨一點 小地方你遇到一些苦難 包括你身邊常去的店家 常去照顧的 你就多一份心 多慷慨一點 其實在任何的大時代當中 一旦有這種動亂疫情的時候 都是最好做功德 累積功德的好時候 平時很難 可是這個時候滿眼都是可以 信手做功德的時候要好好把握 是 所以就是 我們看到有需要幫助的 甚至你常常去高官的店家 他是不是要特別去賣 來上這個繼續 對 我覺得其實就是說 這裡頭最直接能夠做的 其實如果是我們最常 因為你真的像剛剛看到這個疫情的 這個無力 無力來下葬他父親 如果我們看到有機會多幫助 我知道很多人其實都是透過媒體 像千年像包括蘋果他們的 那個基金會有很多 大家都是在裡頭去幫忙 那這個當中如果我們有餘力 你也願意的話 你花點力去找到媒體 去聯絡他們 你可以捐點錢給他們 但其實更重要的 其實是每個人能力有限 所以真正在這種時刻 你要幫助的是你周邊可及的人 或平常對你很好 雖然以前你都是照顧 去買這些餐廳 可是實際上也是他們在照顧你 此刻你能幫忙 多幫一點 是 要有一個正向的迴向 好 這一波的疫情 造成很多人生活上的困難 我們可以看到 郵電雙場這件事情 很多人引起注意 政府應該是不會再漲了吧 我覺得政府要趕快 先暫停這個策略 我知道郵電不漲的話 政府會虧很多錢 但是你現在也不過是 轉嫁到人民身上而已 政府不要忘記你的錢 也是我們的錢 所以現在重點是 要趕快先普發 讓真正很多有需要 還沒拿到錢的人先拿到錢 讓他能夠維持生活 如果沒有辦法讓我們